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好了我們回來第二節 對話學人 講一下我們總統特朗普先生 最近好像很多事情都不太適合 跟肥仔金又聊不到些什麼 國內的政敵 似乎最近都咬得他很緊張 最近他的確是有少許 入了2019年 似乎有些榴槤 就真的不太利了 跟肥仔金大家都知道 似乎好像打得很火熱 但是終於大家失袖而去 根本沒有成果 肥仔金回到朝鮮 朝鮮的輿論又開始 帶有多少的火藥味來對他 證明他這次想和北朝鮮 搞好關係 在政治上在外交上受益這個企圖 基本上就未能夠實現 那國內 那個起場的緊急狀態行政命令 眾院就已經是通過了要推翻他了 拿到參議院 參議院就在現在未表決 但是情況就對特朗普有點不利 有幾位共和黨議員就似乎有跡象會反歌的 那麼如果有四位五位議員反歌的話呢 那麼在參議院 就算特朗普都可能要受一些挫折 那麼當然這個緊急行政命令呢 你想國會想推翻他就不行的 是吧 你就算是參眾兩院都反對 但是呢 去到總統那裡 他一樣是會否決你們國會的表決的 那麼國會想說推翻總統這個表決呢 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 那麼現在無論如何 民主黨都絕對沒有什麼可能就會拿到這個多數 那麼所以這個緊急命令呢 你想真真正正在實質上面來推翻他 這個是沒有可能的 那麼但是如果國會竟然兩院都通過反對 迫使特朗普行政他的否決權呢 對國會的民主黨人來說已經是大勝了 是吧 起碼在象徵意義上面來講 就是民意對你這個這樣的行政命令呢 完全是反感的 那麼所以 這件事呢 對特朗普呢 似乎就 也都 起碼有一半的機會 已經是 受些挫折的了 那麼 他的前律師 課印作證 在國會呢 將他這位前老闆呢 就描繪得相當不堪 是吧 最近這兩天呢 還要實牙實恥 走去法庭道 帝藏 告特朗普集團 說他這個集團呢 這家公司呢 欠他380萬 都還沒有還 所以呢 在這個私人關係上面呢 特朗普也都相當頭痛的 即是說 這個 我們的總統呢 在政治上面呢 現在呢 遭受一些挫折 流連呢 就 相當有些 令人壓滿 不太順 但是我認為呢 在這方面的不順利呢 都還要的 因為這些 兩黨的爭鬥啊 他跟科欣的 牙齒痕啊 和肥仔金的這些 根本上面的分歧啊 這些事情 我們大家都預見到的 所以也都不是很出奇 我覺得更大的麻煩呢 還是在經濟 從去年的年 下半年 一直到現在 經濟的情況 美國經濟的情況 似乎對特朗普也都 不是很有利 本來他上任的時候 非常牙策 是吧 總之 告訴那些人 就是 只要我一來 美國經濟就好 但是呢 去年的數據呢 經濟數據 有些數據出來 美國的貿易 逆差總額 達到六千億 新高 這個 各界 已經超過二十萬億了 已經也是新高 並且 現在基本上 那個趨勢 就是每年 大概以一萬億的 這樣的速度來增加的 減稅 曾經是特朗普的一個 這個招牌 黃牌 來的 他認為 我只要一推人減稅 美國經濟馬上就蓬勃 完全改觀 減稅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但是呢 似乎那個經濟呢 不單止沒有什麼很大的好轉 連他去年呢 本來定了的百分之三的增長 都達不到的 這個目標 只有百分之二點九 第二季度那個時候呢 曾經那個增長都達到百分之四十一的 高興到暈 很牙策 但是呢 全年計下來呢 百分之三不到 達不到目的 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經濟狀態 很多經濟學家都預測的了 不是樂觀的 很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的上半年呢 就會再來一次衰退的了 所以呢 無論在政治上 外交上 個人的社交 社會關係上 最重要是在經濟上 特朗普今年呢 到現在為止 似乎不是多 不多 可以預見整年都不多 那對於明年的競選連任呢 我覺得這個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下 那我們講開這個總統 講講台灣總統選舉 那一位老將 前這個立法院的院長 黃金平就正式宣佈參選 那而且呢 特地都有一段話呢 就說給隊員聽的 他說我們跟魏忠華兒女同根生 那樣 你看黃金平的機會是怎樣呢 是 我覺得這個人呢 就似乎就 不多 機會就不敢 有太大期望了 甚至我個人覺得 他在國民黨外呢 都未必能夠出線 這個主要呢 有幾個因素 第一 他本來個人的性格 是否一直施政的風格呢 就是屬於那種沒有什麼立場 立場不強 現在跟全世界都是好朋友的 每個人都嘻哈哈 那樣 那所以呢 這種人呢 比較投機 在台灣裡面呢 那個明星都不多 十分好的 另外一個因素 另外一個因素的年紀 真的實在大了 七十八歲 雖然 人老就不等於 沒有料的 但是 一般選總統 選國家領導人 選領導人 選領導人 年紀太大了 始終都是會有些 被人一些 自力衰退啊 容易昏庸啊 這些感覺啊 並且呢 他這個人呢 在個人的觀感來講呢 又真是有些麻煩 一直以來呢 就被人記載為是 藍皮綠骨 本身自己是台灣的南部人 對台灣的那種本土意識 比較強烈的 民進黨的大本形 就是台灣南部 一直以來呢 都是 對兩岸關係呢 都是比較靠近民進黨的 現在說 兩岸本事同根生啊 這些這樣的講呢 就是目的完全都是為了 明年真的是 選舉那時候 能夠得到 國民黨的支持和認同的 初時 他支持韓國瑜的 定選高雄市長 甚至傳出來的呢 他是韓國瑜的金主來的 但是呢 現在看來 基本上我們可以 可以看得出 當時他支持韓國瑜 真是有目的的 目的就是明年的總統大位 所以呢 這個人呢 我覺得無論是政治立場 政治智慧 個人的性格等等 都是 要競選一個 台灣的總統這個職位 似乎都是 不太適合 那麼 國民黨內 給他 有能力的人 當然是很多的 甚至 好像吳敦義 這些這樣的都 都 又比他年輕 又做的位置 也都不差過他 政治語力等等 也都有 所以 黃金平 要想 真是在國民黨內 出線的話 第一 需要有很大的 付出很大的努力 和代價 第二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就是真的 要十分行運才行 那麼他有沒有這個運呢 我覺得 我個人是比較悲觀 就蚊子一點 至少我們還記得 他幫韓國瑜 搞了三場造勢 自己又要先在那裡 先說話 說到後面都被人 聽到要去收聲 你說他還怎麼選總統呢 好啦 我們先說到這裡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我們繼續對話韓人